成语故事工作篇《蒸蒸日上》 陈康祈自军堂 同志十年近史 后任江苏昭文之县 罢官后家居苏州 熟安清代的掌故 所著《浅郎记文》 是一部取材丰富 内容广泛的史料笔记 为陈康祈 利用功于闲暇时间写成 书中的内容 多记录清代的意识 封土民情 可补充正史的不足之处 对于研究清代的历史 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在世中停止浙江相会市一节中 记述了雍正四年的时候 因为浙江人查四庭 汪锦祺的诗文 有背逆朝廷之意 皇帝认为浙江一带民风恶劣 于是下令禁止 浙江市人参加各级科举的考试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年之后 李卫 汪国栋 汪南生等人上周表示 浙江一带的世子已经反省自己的过错 风气完全改变 正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之中 请皇帝下诏让浙江世子恢复参加科举 此典故除紫青 陈康祺 朗浅记文出笔 卷一三 市中停止浙江相会市 成语真真日上 用来形容事物不断的进步发展 生活应用力据一 这家餐厅的服务态度亲切 标榜客人至上 所以啊 生意真真日上 二 他进这一行才几年 由于长袖善舞 如今事业真真日上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希望能为你在这忙碌的生活中 带来一点温暖与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 给我一个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我们一起加油吧